大子大力千萬出資 你今天吃了雞味呢? 騰訊旗下遊戲《絕地求生》 Hit就Hit了 但是要靠它賺錢 似乎就真的要在《絕地求生》 不是那麼容易 戒印騰訊在1月和2月 推出了兩款《絕地求生》的手機版遊戲 遊戲是免費試玩的 騰訊要賺錢 就要靠大家課金 買遊戲裡面的物品 但是要賣東西 要等到內地媒體監管機構批准 華爾加日報引上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騰訊遲遲未得到監管機構額頭 原因是《絕地求生》手機遊戲 是由南韓的遊戲開發商Blue Hole授權 而早前南韓不理中國反對 被美國在南韓部署殺得反導彈系統 導致中國對南韓實施非正式制裁 間接影響騰訊將南韓授權的遊戲 變演收錢的進展 不過內地媒體監管機構 騰訊及《絕地求生》的發言人 對相關消息未有作出回應 雖然包括美銀美林在內的多間大行 都說擔心《絕地求生》的PC版 不知何時才可獲批准收錢 但他們普遍仍然看好騰訊手遊、 廣告及支付業務未來的收入表現 所以在季跡之後都紛紛調升騰訊的目標價 瑞訊在星期五亦發表報告 說騰訊是全球網絡遊戲供應商中的領先者兼首選 因為全球網友最大的增長動力是亞洲市場 而騰訊在亞洲的佔比達到三成 所以維持騰訊523元的目標價 及跑贏大市的評級 不過騰訊的股價在季跡之前已經炒起 季跡之後投資者又趁好消息出貨 所以北水都狂沽貨 以近四日來計算 淨沽盤達到16億5千萬